这首诗是中唐诗人王健写的,题目叫十五夜望月即渡郎中。 十五夜,这里是指农历八月十五日之夜,郎中是当时的官民,渡郎中是诗人的朋友。 整个题目,十五夜望月即渡郎中,是说中秋节之夜,诗人望月思远,想念好友渡郎中,因而写了这首诗送给他。 诗人是怎样表达对有人思念的呢?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中庭碧白树漆鸭,冷露无声诗桂花,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四落谁家。 诗的前两句,描写深夜中的幽静景象,第一句,中庭碧白树漆鸭中的中庭,即庭中,也就是庭院中。 庭院中怎么样呢? 诗人写了三种景象,第一种景象是地白,地面上呈现出一片白色,像是下了一层霜一样。 这是指庭院中撒遍了皎洁的月光。 地白两个字,不仅可以让人想见月光如水的中秋之夜,那一片空明澄澈的境界,还说明了夜色之深,已经是月照中天的时候了。 月光是垂直地照射下来的,因而才能使地面变得一片霜白。 试想,如果是月轮出生,自然不可能出现地白的景象。 第二种景象是树漆鸭,庭院中的树上,安静地栖息着过朽的乌鸦。 这里的鸭,当然并不单止乌鸦,而是泛之鸟雀。 树漆鸭三个字,不仅可以让人想见月夜中万籁无声的那种寂静的境界,也说明夜色已经很深了。 当初月出东山,却而惊飞不定,经过一段时间的喧闹,慢慢适应了,国造声才渐渐平息了下来。 现在,他们终于进入了梦想。 第三种景象,就是第二句所写的,冷露无声,湿桂花。 秋天的露水,打湿了庭院中的桂花。 这里,露的出现,除说明当时的天气晴朗而无风之外,还说明时辰早过夜半,已经接近凌晨。 而冷露之冷,不仅仅是指露水,主要是形容诗人因有人不在身边,而感到心情的寂寞和凄冷。 无声,无声,湿桂花的无声两个字,是说明露水不大,刚刚把桂花沾湿,而没有下滴。 用无声,来描写露水湿花,表明诗人最紧务的体察之细。 而这样细心的人,想必他这时还一定闻到了桂花的香气。 自然,无声两个字,也说明当时环境是多么寂静,如果是处于嘈杂喧闹之中,又怎能觉察出有无低路之声呢? 然而尽管路水不大,既然桂花已被打湿,说明经路时间不为很短,从而也说明时辰已经不早。 那么诗的前两句,中庭地白树漆鸭,冷露无声,诗桂花,诗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描写景象之幽,夜色之深呢? 显然,这里的邪景是为后面的抒情服务的,因为在如此美好,如此幽静,如此温馨的夜晚,自然最容易斗起对远方有人的思念。 而写夜色之深,实际上也是暗写对有人的思念之深,为什么天这么晚了,还不睡觉呢? 显然,这是因为想念朋友的缘故。 诗的后两句,巧妙表达对有人的怀念。 今夜月明,人尽望,不知秋似落谁家。 俗话说,月到中秋分万明,所以说今夜月明。 中秋秋似落是普遍流行的习俗,因此人尽望,尽是兜全的意思,人尽望,人人都在望月。 然而我们知道,自古以来,望月又是和怀人联系在一起的,这就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感慨了。 在这些争相望月的人们当中,难道每个人,真的都在思念远方的亲朋吗? 所以,他不无调侃地说,不知秋似落谁家。 不知道哪家是在真的望月怀人呢? 言外之意是说,尽管今夜月明,人尽望,然而真正四期念远的又有几人呢? 秋似,秋日寂寞凄凉的思绪,这里指四期念远之情。 不知秋似,这里,诗人表达对有人的思念,说法很妙。 他不是直接地抒发对朋友的执着的思念,而是通过否定别人来强调自己, 似乎当时望月思远的,唯有自己一人而已。 而肯定自己又不明说,只是让人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, 话说得既十分绝对,又非常委婉。 然而今夜月明,人尽望,不知秋似落谁家。 尽管诗人没有明说,秋似究竟落谁家。 但我们相信,当渡郎中读这首诗的时候, 在他的心目中,答案一定是不言而喻的。 听众朋友,您说是吗? 好,现在我们把《十五夜望月记渡郎中》这首诗, 给大家再朗读一遍。 中庭,地白,树漆鸭,冷露无声,诗贵话。 今夜月明,人尽望,不知秋似落谁家。